你知道烧茄子在家怎么做才能外焦里嫩吗? 今天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茄子去皮,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 然后用清水洗一下,防止茄子变黑 也更容易挂上淀粉 洗完以后,多加一点玉米淀粉 拌到表面全部包裹上玉米淀粉之后 再薄薄的撒上一层清水 再次加入玉米淀粉,拌均匀 拌到表面没有干粉 油温烧到五成热 将茄子下锅,开大火 将茄子炸至外表金黄酥脆 捞出控油 把配料红绿尖椒也用油烫一下 另起锅,下蒜沫爆香 加入生抽蚝油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两勺清水 老抽调散,盐,鸡精,白糖,胡椒粉调味 开锅调小火,用水淀粉勾芡 汤汁粘稠,能挂住勺子了 将炸好的茄子下锅 大火翻炒均匀,出锅装盘 老弟主页分享了两百多道美食了 如果有哪道是你喜欢的,又不太懂的 记得给老弟发消息 老弟看到了,马上就回复你 感谢您看了我的视频